这样子的就是一个大白鹅 大白鹅 在现在这个时候 搞这个玩具 让老百姓感觉到你在干什么 什么玩具 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玩具 就是你们那个抓鸡啊 抓个大白鹅 抓白鹅怎么了 抓大白鹅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抓大鹅就白鹅 玩具很多 这个什么意思 你说这话莫名其妙 你觉得是有产生什么习惯了没有 你们那个玩具里面 有一个是抓大白鹅的 我知道有用过这个产品 怎么了 这个产品怎么了 这个产品不合现在时宜 你跟我说说看 什么原因不合适 你说出个原因呢 因为现在大家自关于 反俄 俄罗斯的问题 你这个也能扯到一起去 我这是违法不好理解 你不是我们 这种事情在我们国家发生了几次 你这个人也莫名其妙了 北京地铁这个地方 如果是你认为这个事情妥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发到网上去 让大家去评 那你去发吧 你去发吧 简直就是莫名其妙 这个鹅是中国人生产的 而且很多地方都在用 我们整个好多地方都在用 那按理说我们鹅也不能吃了 那饭店里面鹅也不要吃了 鹅在俄罗斯 鹅现在你算一什么吃都可以说 你现在在大街上 你这个搞这种鲜鹅很没有意思 完全就是扣帽子 莫名其妙 你觉得有问题就报警吧 我不存在报警 我现在给你反应了 如果是你认为这个事情是妥的 但是你的机器如果是被人砸了 因为我们没什么关系 砸了你就水于全场准事呗 你砸了你得赔偿 好吧 我是合法经营 怎么的 我说 但是你现在经营的方式 你现在伤中国人的心 什么伤中国人的心啊 这是你自己的问题 我知道你不喜欢俄罗斯被打败 那关于没关系啊 怎么没关系呢 你马上跟大鹅捆在那干什么 什么叫鹅捆在那 那人家还不能吃鹅了 你能吃鹅 为什么能吃鹅了 你吃鹅了 你吃鹅了不是吃鹅死了吗 这个事情是两回事 那怎么是两回事了 凭什么你说的算 凭什么你说的算